《世尊所受罚》 前面说过 佛所受的罚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真如本性有没有前身 如果有前身 它就是生灭罚 它是有位罚 它要有前身 有大小 那不就是变成有位罚了吗 没有啊 真如本性没有大小啊 没有前身啊 也没有真望啊 也没有善我 也没有是非啊 什么都没有啊 那至于也没有自他了 我的真如本性 你的真如本性 有没有啊 真如本性里头 没有你的我的啊 没有凡夫的佛的 没有啊 所以 把我们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我们的自信呢 比于大海里头的水泡 一样 大海里起个水泡 起水泡起来的时候 好像啊 每一个水泡都不一样啊 我有我的真如本性 你有你的真如本性啊 你有分别 有执着 有界限啊 那个什么 你一执着 你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分别执着多无了 那个水泡了 泡了 泡了怎么样 整个大海 你看哪里有界限啊 所以才晓得 自他不二啊 这里面显示出一个道理 我们凡夫 齐心动力 为什么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知道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齐心动力 他们都知道 什么道理 同一个自信 所以 只要见了性的人 你虽然没有见性啊 你起心动力 他见性了 他都见到了 他都晓得了 我们一般俗人 不明白这个 哦呦 某人有神通 他有他心通啊 别人心里想什么 他都知道啊 他心通啊 这个通 通当无碍 没有障碍 是方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其心动力 统统知道 原因呢 就是 性体是一个 意义是真的 从一个里面 变现出 许许多多的 就像大海里面 大海变出 许许多多的水泡 如果从大海本体来观察 所有水泡情形 他怎么不知道呢 如果是 你是当中一个水泡 经过执着 你的水泡是你 那你就不了解 外面的状况 你执着以外的 这些四世真相 你是一无所知啊 放下你的执着 就统统都知道了 都明白了 就这么个道理 因此 佛所说的一切法 无情非生 无生非情 这两句话 后期来讲 没有前生 这个与自信 它才相应 所以佛经 亲人 看得很前 程度深的人 看得很深 真如本性 本来如是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 一定要知道的 你知道之后 你在研究 经教 你就会产生 信心 不会认为 佛法好深 我的程度太低了 恐怕我不行啊 你一发生 还没有解除 如果先就生起自卑感了 先就不敢当了 那一程法子的 佛法跟世间学术 决定不一样 它是自信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 正乎自信 都有清静心 哪有不能 接受的道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